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今天的话大部分都吃好了 也塞好棉花 那我现在先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行指 那行指的话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身体 就是这一个 整张的是这边 大概因为可能有重点 你们会看得不是很清楚 像这身体 翅膀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裤子 裤子 那这边是不是有这个手的部分 有没有手 手的部分 手必须先抽好 塞好棉花 再跟裤子一起缝合 然后这是它的鬍子 鬍子的部分 这两个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把行指剪下来 我们再看这里的话 可能会更明了 这是手 对不对 然后呢裤子的部分 这里 裤子的部分 那裤子的话需要两片 我画好布了 我的手 我的手 必须撒好棉花 我的手撒好棉花 然后藏进去 然后直接做缝合 这边也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做缝合 所以这里有手的位置 再来这个裤裆呢 其实这个裤裆的话很简单 其实就是两片布 先把它车一个弧度 半圆 一个摸字 然后中间再剪开 中间剪开了以后 然后画一个Y字 中间剪开 比如说我现在用牵字笔 这里剪开 然后这里是不是弧度 弧度的地方就剪一个Y字 这里 这样返回正面就可以了 就是一件裤子 好 然后再来这里 它有翅膀 就好比是一个天使的翅膀 对不对 翅膀 然后弧子 这是它的弧子 这两个 弧子的部分 等一下就是缝在它的上头 弧子 在它的上头 然后这是身体 好 我们的形子 就这么简单 然后头发的部分 你可以用毛线做代替 毛线 我们用毛线去做代替 那我已经都车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棉花也塞好了 因为我们就是节省视频的时间 因为有的其实视频太长 没有耐性 可能就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尽量都节约时间 可是这个的话 对大家也都比较简单 因为这比较没有技术性 这个头身体像棒球 有没有 这里你就塞好棉花 也不要太硬 就是QQ的 因为小孩子的话 只要让它按得下去 就是那个背力 连它的背力 这里有没有 好OK 那这里裤子 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 中间剪开 就分开了 对不对 所以我讲过 中间测了一道U字 就这样子 打牙口 反过来 好 那反过来以后 下面这里要做收缝 把缝分做收缝 背面之后 收缝好 反回正面 是不是这样都好了 然后就塞棉花 把两只脚 棉花都塞好 塞好了以后呢 现在怎么办 这支是不是身体 先放进来 放进来了以后 你可以就是卡住 或者是说 我先缩缝 缩缝一圈 我现在拿我的针线 缩缝的话 把缝分折进来 这里我们缝分 折进来 一公分 我们是一公分的缝分 折进来 然后平整缝 不要缝得太粗 也不要太细 我们才有0.7的针距 我们0.7的针距 这里一公分 有没有 边缝边折 缩缝 这个我名称也叫做缩缝 平整缝 先做缩缝 那这个针的话 你可以用粗一点 可以用缩缝针来缝 而且我这个布用了 有一点亮度 不丁不丁的 因为它的感觉 有一点类似 像是天时 又像是雪人 多重角色 反正布我的东西 怎么做 重点是说 它都是属于 比较抽象的作品 那如果说 你要穿脱像 芭比娃娃 你要像芭比娃娃 可以换裤子 换衣服的话 你可以用松紧带 用松紧带 把它套上去 车缝松紧带 那你是不是可以换了 可是我现在用针线 平整缝的话 就是固定的 是不能换衣服的 不能换衣服的 所以早期的芭比娃娃 是不是多 衣服缝制 而且它是活动式的 你可以去更换 那是缝好了以后 我的头 我要缩缝了 这里藏进来 藏进来 OK 然后拉紧 这样拉紧 有没有 拉紧卡住 卡住你的头 然后你这可以 可以把它撑到下面一点 这里 卡住 对不对 卡住 然后调整一下 这里可以调整一下 对不对 中心对中心 有没有 这里 折子 这里 好 卡住了以后 我可以先打个结 或者是说 直接缝 给它缝个一针固定 我现在缝跟身体做固定 这里 可以调整一下 对不对 拉高 拉高 看你 然后就平整缝 这里就长针缝了 长针缝缝一圈 跟身体做固定 裤子不要让小孩子玩 我要完美几下 妈妈 我的裤子掉了 不是她的裤子掉了 是娃娃的裤子掉了 我们就把它缝老一点 好 这里 缝一圈 这个头 要弄正 这里 OK 它的接缝 有没有旁边的接缝 你就对准接缝 这里的接缝 对准这里的接缝 它刚好就会平均 其实填充物跟做包的 先进是不一样的 这是非常疗愈的 好 好了以后 是不是打结 好 把这个结拉到里头来 OK 这里 里头来剪掉了 剪掉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 上它的 胡植 那这个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两面 哪一个 这个 前面 比如说这个花样 你可以看一下布 因为我这布比较大 花样比较大 那我好 我这当正面好了 我这里 胡植就调整 这边 你可以调整 它的高度 对不对 高度 大概看一下 我的高度 然后再胡须 这样子看一下 弄好以后 我们头发跟表情 是最后 对不对 好 比如说这样子 好了 OK 那这个高度 我就把它给长中缝 一样 缝固定 我的线已经穿好了 这里 缝这个真的是很好玩 长中缝 看一下哦 不要外掉 缝到尾巴以后 再缝回来 打结 因为这个的话 开开的话 它有时候再晚 可能会掉 对不对 再回来一针 好 回来以后 我们再连贯 我的 胡植 好 要硕形 调整一下 OK 那好了以后 这里 再上来 把它压上来 缝几针就好了 不要缝固定 只要中间几针 它的胡须是翘起来的 我们是不是有个饼干 叫翘胡子饼干 就是那种视觉 那种感觉 翘胡子爷爷 其实你们跟他看 其实这也有点像 我们的翘胡子爷爷 反正名称 你们可以自己去取 小孩子喜欢的 好 对不对 好了 拿这里 OK 我们就缝头发 收尾 头发缝好了以后 我们再去缝表情 表情的话 我们就用油性的签字笔 好 油性的签字笔就行 对不对 所以OK了 好 然后呢 这里 头发 你可以用毛线 对不对 然后你就 你的手 长度 就是这样 绕着 你的手掌 这边 然后中间抓起来 中间抓起来 这样子 对不对 把它弄这样子 头发的长短 你可以自己去取舌 这里 就把它 盘到 就这样盘到几圈 这里 它就固定了 有没有 拉紧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里太长了 我修一下 修个头发 好可爱 一样 一样 再打结 再打个结 然后把这个结 拉到里面 这个结都要藏进去 好 好了 以后 一样 剪掉 剪掉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 还有翅膀 翅膀 这里缝上来 这个高度 你可以自己去斟酌 高度 对不对 这里 好 差不多这样子 可以 我要这样 好 我就中间 中心缝个几针 就好了 中心缝几针 这里进来 一样 长针缝 好 可以 好 那么就这样子 做稍微 缝的时候 你自己看一下 你翅膀的宽度 就中间的部分 藏进去 好 OK 最后 我们就是要来画它的表情了 有信的牵制笔 这里点了 就点了 看一下 稍微比对一下 高度 高度 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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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的话 我们就加大 轮廓 阿吉 不过就完成了 来 各位看一下 简单吧 又疗愈 对不对 你们好 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 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 我就完成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 哈喽 你们好 OK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的爱极布偶 请关注我们的视频 与分享 然后别忘了开启你的小铃铛 谢谢你们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